今天既然旅途成交,來到這裡我們是要學飛躍動 你們兩個流浪先別跳,回來先 我們請敬人出來跳,我們有請鍾Sir 叫阿鍾 好厲害 走開,是我的 走開 彈套車又來了 大家好,我是鍾Sir,我是大家飛入道的教練 今天會有三課 第一課我們會學習如何過小的障礙物 第二課是如何上高牆 第三課是如何由高的地方到低的地方 高的地方有多高?天台 天台 我最喜歡的物件在高空摺落的感覺 你想挑戰天台? 想 小小小,但不要太高的天台 我們不如快學第一課 我快點跳 好,Let's go 好,我們第一課會首先做一個最基本的Forting 叫做Step Forts 好 稍後我們過這個障礙物的時候 我們用右手左腳,Opposite hand 記得用腳板底踩上去 有一件事要留意 將你的膝蓋指向上 你就會好力很多 然後將後面的腳穿過去踩到地 好,就是這樣 好,到你們了 開始 好 這樣 對,右手左腳 再這樣 穿過去 好 輕鬆 完美示範 輕鬆 對,踩緊 好 也不錯 不錯 一開始就是很小的時候 我在屋邨很喜歡跟朋友 到處去玩捉衣欣 到處去,到處爬 到大概2003年 看到一部電影叫Yamakasi 這群人其實就是這個運動的Founders 我在那時候又開始上網找些片 又找些朋友一起去玩 去到2008年 我的前輩就搞了一個Fairado的Workshop 那時候加入這個香港Fairado協會 這個運動是任何人士都玩得的 因為其實是讓我們去找回我們的本能 法國有個軍官 見到一些土著 見到他們可以很靈活地到處去移動 演化出一套的訓練方式出來 這樣流傳出來 所以其實這件事就是很… 這個Discipline 我們叫Discipline是很Raw的 第二個動作就是一個Pak Pat Roll 即是用你的Pak Pat Roll 去做一個Raw 很多時候我們見到一些 腰高度的狀態物 很多人都想不到怎樣爬上去 或者會變成用手腳爬上去 就會沒有那麼Efficient Parkour很多時候說Efficient 要有效的 即是用最慳力的方法又最快的 所以這裡就很適合做這個動作 稍後呢 走過去醬油蜜 然後我們先把一邊的屁股放進去 然後另一邊的屁股放在哪裏呢 就放在對面了 我們就轉過去 其實已經完成了 抹鼻的東西 當然要留給C-Wing先 來C-Wing 給你的樣子 好 加油 非常好 很好 因為已經練習了很多次了 有更多到你 笑笑夠難 OK 不錯 好 我也很好 如果想滑鼻一點 我們就不會這樣坐過來轉 我們會轉著入 轉著入 轉著入 就是這樣 這樣就會漂亮很多 轉著入 轉著去 嘩 偷雞 嘩 好像有點同 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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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順很多 很滑鼻 很滑鼻 好 試玩 轉著入 真的轉著入 OK的 真的轉著的 很好 真的轉著入 OK 來到下一堂了 這麼快來到下一堂 我們學怎樣上一個高牆 或一個high wall 我們上高牆的一個概念 就是把我們的重心 即是我們的heap 我們的core 放在牆上 對 我們有一個動作 叫Penguin 企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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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鵝除了這樣走之外 怎樣滑出去 我們就在這個牆上做 對 這樣 抬起 這樣就上了 OK 如果不怕不夠力 有時真的很高 不夠力 我們可以用前臂 對 用前臂 這樣 這樣就會更容易 然後 放兩隻手在腰旁 推起人 做回我們第一堂的stepboard 踩上去 OK 這樣就完成了 誰先 甚麼 站我 你先吧 你呀 站我你先 來吧 OK 好 導師Wing 捐完再按上去 即是一定要先趴上去 趴上去 對 趴上去 對 你能體驗到你的重心 其實在你身體哪個位置 倒出來 對 我倒出來 要倒出來 雙手撐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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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如果有時候不夠力 怎樣做呢 不夠力的 例如做到這個 但是不夠力 推上去 剛才你也做過 不過可以再做更漂亮的就是 第一 放一隻腳上來 然後將腳底貼上去牆上 然後選擇一可以打了身過 選擇二可以照進我們的腳步 這樣縮進來 這樣就上去了 由這裏一件衣服一起用力 這樣就過了 我來 試一次好不好 好 衝 你做企鵝 做企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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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些高長就沒有這個那麼容易 嘩 我企鵝 我企鵝 繼續 繼續 你很輕巧 我很輕巧 用前臂 其實你的腳也不是叫短 你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你的腳也叫長 不如你來最後吧 好嗎 你回來了 你到底現在會 為何會這樣 你不要來 給Emma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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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再前一點 要再前一點 再前一點 對 笑人 你們是不是這樣 對 是不是不夠力撐 不夠力撐就另一隻腳在旁邊 左腳有的腳 掛著蠟鵝 好像是叉燒 OK 大家一起轉這個 大家一起轉這個 轉這個 轉這個太難了 不是 統一做這個 做完 做完 做完個企鵝 打斜個身 跟著呢 就進去 就是這樣 這個容易很多 對 那就不用 不用升起那個褶子了 上了來 然後轉 打側轉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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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一點 來 企鵝 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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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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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要 快 嘩 好大腸子 每人再試一次 記得一件事 雙手不要拿進去 雙手拿進去 我們不夠力去撐起自己 先進去 對 對 雙手接近自己的褶子 才容易給力 5 非常好 非常好 對 對 我現在做得很好 好 好 這個運動的發展來說 我覺得有兩方面看 一就是自己 一就是別人 我覺得別人 只要不要太多限制 或者認識多些這個運動的好處 例如我們可以認識自己 可以知道我們身為人的權利 怎樣去運用一些不同的空間 多些創作 多些自由 自己也都要open mind 探索自己 也藉著這個運動去探索不同的地方 亦都說到尊重 尊重自己 尊重別人 亦都尊重環境 例如尊重自己 你不要令自己受傷 所以我們要練到很strong 其實底子要很深厚 尊重別人就是 我們練習 雖然有時我們要試一些動作 不會說去弄到別人 可以宣揚多些這個運動出去 讓多些人知道 這個運動是有一個正面的好處 尊重環境 例如檢查清楚 有沒有自己留下一些垃圾 都是想令環境更加清潔 來到我們要交繩的表 繩的表 還要逐個逐個交 如果最低分的 就要學會今天非弱度的東西 來服侍兩位最高分的 那兩位的 提水給我們 我要水 我要水 誰給我水 誰給我水 不要來 拿水 阿Sir 平均好一點 就去吧 你走開 水你也有朋友喝 對 我準備了 我將成績表交 你們準備了嗎 搞定 搞定 那去吧 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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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與anska 前面 卡 卡 卡 螅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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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交完整個表演 評分的事情小心點 剛剛我PayMe了你 我也準備了一首曲給你 你懂得做吧 誰最高分 我覺得大家都很平均 平均不行 你一定會選最低分最高分 075來說是多 第二就是 就是Emma 走開 我坐上去 換言之 可以多練習 做多一點運動 很頸河 水不喝 很輕的 那你跳過去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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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短時間 很久 快點 最短時間 很頸河 很可怕 在我的 我太多 你要跑兩次 要跑兩次 我還有Emma 我還有Emma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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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快點 不用快點 快點 她說要走下去,快點 不要囂張,要技術快點 糟了,不知道怎麼上去 快點吧 你試過拿吧 喝一口少 快點 不能喝你 我上不到你 我力學到你 不用了,很壞 要吵一會 不用了 你不能喝 不用了 今天也感謝John Sir教我們飛躍道的東西 我們剛才跳來跳去 跳完發現 其實都要專人指導才可以做到我們今天學的動作 如果你們想參加或者想學這件事 可以來這個網址 記得留言、讚、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午再見 拜拜 非常多謝觀眾 每一個讚、每一個feel 訂閱對我們都很重要 最後記得 留言、讚、訂閱、分享 記得按我們的小鈴鐺 記住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讚、訂閱、分享 還有按那個小鈴鐺 希望更多人訂閱和看我的頻道 多點讚我們的影片 分享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我多謝大家 多謝你